再来看到的这一起交通事故意外是发生在台东县 这一名58岁的詹姓男子酒后驾驶农用车辆 但却不慎跌入了水沟 警方获报后赶抵现场对男子进行酒测 酒测值高达了0.84明显超标 被以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一台红色的农用车辆就这么卡在路旁的水沟内 而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了解状况 11日下午成功警分局长宾分住所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在台11线88公里处有农用车辆掉落路旁水沟 而远警获报后立即赶往现场 并发现驾驶该农用车辆的詹姓男子浑身酒气 在实施酒测后酒测值高达每公升0.84毫克 当场被依照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 昨日16时50分许发生农用机械交通事故 该辆农用机械自行死入入外水沟 驾驶虽未受伤 但险有酒浓酒味经呼气失策 酒精浓度达0.84毫克公升 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 移送台湾台东地检署偵犯 而成功警分局也指出 农用机具未经过申请 就行驶于路面上将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依法将进行开罚并没入农机 同时警方也将加强酒驾玲珑忍的执法强度 遏止酒后驾车的恶习以及侥幸的心态 记者陈继麟长冰相报导 ترجمة習近平